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庆祝韓版92集的玩家诞生啦 他们在7月21号诞生了第一位92集的玩家 然后在庆祝过程中会全幅发放奖励 奖励内容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是三张救护证书 再来是龙之圣水活动的三冠 纯白万能药盒三冠 然后一个神秘变身抽奖包 再一个神秘娃娃抽奖包 还有一个高级的遗物抽奖包 就是圣物啊 再来是三个庆祝鞭炮 还有最后一个是闪亮的成长药水 10%的三个 就是全幅玩家可以获得的道具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内容 依旧是92集的庆祝活动 那韩版这次庆祝92集的玩家诞生 所以在各个村庄放置了一个buff雕像 那这把雕像是一个弓的形状 为什么是弓呢 因为第一个92集的玩家是妖精 所以放了一把弓在上面 那这个能力有哪些呢 这个buff能力就是三小时内 可以让你远近法伤加1 减免伤害加1 以及pvp伤害减免1% 还有经验值加成3% 那到时候台版92集的玩家诞生的时候 希望也会有获得相同的待遇啊 一个buff雕像 那目前预测92集的玩家可能会是法师啊 到时候或许会是一只法杖插在上面 也说不定哦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第三个活动内容 依旧是92集的庆祝活动啦 这是92集的成就商人 他会在齐焉广场出现 那名字叫做顶级闪电 你只要使用100天币 就可以向他购买一个成就奖励箱 里面会给什么呢 会给5颗龙字珍珠 3张战斗卷轴 1张防御卷轴 以及3个鞭炮 一个账号可以购买一次 到时候记得要购买一下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更新内容 就是Bernie燃烧的吉尔塔斯世界大会战 遗忘之岛 在新伺服器开放了遗忘之岛 毕掉王的装备箱 那其中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个 遗忘守护者他会掉落金色技能选择箱 第五个活动依旧是Bernie吉尔塔斯伺服器的活动 他就是有个经验加成的活动 在期间内所有的79级以下玩家 都会获得750%的经验加成 再往下看 第六个依旧是燃烧的吉尔塔斯新伺服器活动 开放了红骑士团装备的制作 这边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啦 第七个更新就是六周年的奖励活动 他这次的内容就是写蒙捐献奖励三倍 你只要使用金币捐赠 就可以获得以下三个物资的奖励三倍的活动 并且可以获得一个每日任务的六周年纪念箱子 接下来本周韩版的更新还新增了七张的变身卡 分别是三张紫变以及四张红变 那这个变身卡的造型就是这次新自行神塔的玩家跟BOSS的造型啦 那我们直接看紫变就好了 紫变分别是法师近战跟远攻三种 法师呢就是恐惧命中加3% 然后晕眩抗性加8%魔攻加5 近战跟远攻就是晕眩抗性加8% 晕眩命中加6% 然后分别是远伤加5跟近伤加5等等 那本次的卡特别的就是他的卡池 以新卡来说是非常的多的 之后如果开放了取得管道不难的话 大家尽可能把它收集满哦 好接下来更新就是游戏本身的优化啦 他这边更新的一些游戏内建的提示音啦 分别是组队交易连结系统 声音都改成为警告通知音 那至于声音长怎样 其实我没有听过 等到时候改版之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啰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函版本周的周末制作啦 他的周末制作分别有高级变身卡包100包 高级娃娃卡包100包 1万颗龙之钻石 10万个高级粉末 以及这是红变卡古代巨人守护者 红变卡兔子少女 以及红变卡警卫绿宫 以及红变卡警卫绿毛 最后这两个是英雄变身卡选择箱合成的 跟英雄娃娃卡选择箱合成的 再来是500罐龙之圣水 40包技能卡包 然后分别在一般服还有开放制作加6的手环 然后本周的个人制作呢 分别有10包的高级圣物包 这是所谓的白道红 再来是100个龙钻 然后卡的部分分别有这些 分别有真系列大拳套 以及两张特殊红娃 克特跟阿鲁巴红 那至于这两个要消耗多少物资去兑换呢 娃娃币的物资啦 等到明天三点之后的文字档出来之后 我们才会知道 好接下来 韩版本周的个人限定提升的部分 分别就是可以兑换 5包最高级变身包 跟5包最高级娃娃包 然后防暴卷100张 然后这次是开放的就是印章的加7制作 好接下来 本周韩版商城限定制作有哪些呢 分别是信念传送服12楼 以及风龙甲 还有傲慢之塔支配选择箱 以及支配箱的碎片制作 那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预告内容 那实际的礼包跟相关的制作 还有其他优化更新内容 我们就等到明天的文字档出来 再一起来看吧 我是丁丁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